但是你說起醫生這件事 有一件事很嚴重的 沒有什麼人報導 只有自從亞洲電台去講 就是這件事 共享器官 早日很開心 有個小女兒 三歲小女兒 紫希特事特班 拿到大陸的器官 救到她的心臟病 但是現在正是紫希的小女兒 成功了 因為接受了內地大陸的器官捐贈之後 盧寵茂就忽發其上 一件這麼好的美食 以後就應該不要特事特辦 特事特辦就是特事常辦 或者常事常辦 以後中港之間的器官互通有無 你知道啦 香港有些器官不是每個人都合用的 不合用又等在這裏 都帶著遺憾去投胎喝萬婆湯的嘛 即是姜大偉的名義 留下都是一副心意 是啊 喂 即是你沒有理由啊 即是 他這麼好的心意 為什麼你不充分利用呢 為什麼不密盡其用呢 器官盡其用呢 不如現在你和大陸 即是你共享器官互通有無 你有的東西就等於我的 我有的東西也都可以分享給你 那就更好 早兩天 就是盧寵茂 出席香港移植學會的活動的時候 他就說現在醫管局正正跟大陸的COTRS 那正是假互摘器官 biliyor 就是江湖傳聞 江湖傳聞的意思只是 솔希乾就在google找回COTRS 就說有了一個澳紐他的醫學報告 其實很多這樣的器官的來歷 亦都是不明有所懷疑 現在主要就是他用回澳門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我們看看之前澳門 他做了這個器官共榮圈之後 是不是共享器官之後 究竟有多少件美事成真 但發覺原來澳門六年前 加入了國家的器官共享系統之後 一宗成功個案都沒有 反而令到觀賞者持續放緩 當然啦 即是怎樣 其實一個道理很簡單 馮希乾那篇文裡面都挺好的 他又說了 其實現在為什麼人們會有關心呢 如果你說加入了這個 COTRS 是的 這個人體器官共享系統之後 究竟有什麼問題呢 或者這樣說呢 反過來問吧 為什麼這個系統有了你以來這麼多年 為什麼香港的醫學界 都是對這個 一件這麼好的美事 不問不問呢 十幾年來 已經25年來就不問不問呢 為什麼沒有爭取納入呢 多了這麼多器官用 可以救到這麼多人 為什麼不用呢 其實呢 他的說法就是說 他那個疑慮就在於 其實強國 就是現在大陸 其實是關於這個器官官陣來說 大佬大家都知道啦 那些什麼法輪功的活摘器官 這些我們聽得多啦 新疆維吾爾族那些人體器官 也都被強摘啦 也都大家耳熟能長 其實就是 除了這兩股人之外 死刑犯 那些死囚 其實很多器官 都被逼去官陣了出來的 嗯 那按照呢 大陸法律呢 官陣器官呢 是用於移植 要必須要致願才合法的 寫出來的法律就是這樣寫 很文明是不是 但是你怎樣保證死刑犯 不是被致願 他寫就是這樣寫 但是你執法那個人 他抓住他的手 或者他根本上是昏迷的了 你抓住他的手來簽名 我自願的 誰能取得你的仗 誰可以監察到你 大陸沒有媒體 要爆料 找不到人爆料 也都沒有人幫到你 是不是呀 那所以說 即是你現在這些死刑犯呢 如果他們那些器官可以被 被自願去拿走的話 其實道德上面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其實大陸的死刑犯呢 如果是牽涉到新疆 或者法輪功那些 那會不會有一些被政治檢控的良心犯呢 但是大陸就很厲害的 你們外國 即是你們西方國家 不斷在這裏罵我 他就自己在這裏說 其實2015年開始 他已經停了用死刑犯的器官 但是 喂 大哥 你停了死刑犯的器官 大陸就少了很多器官用了 那怎麼辦呢 那怎樣解決這個器官方呢 你以為 他真的說不用就不用了 即是你以為 他納入了香港這個 這樣的 器官共享系統之後 那就可以補充到 他大陸的缺失了 那當然不是啦 其實呢 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國際心肺移植協會 就發表了聲明 他就說有證據顯示 大陸現在其實還是在用死刑器官進行移植的 是違反了自願捐獻原則的 那就是他提到 其實馮希乾又提到 就是2019年一單新聞 他就說有一個澳洲國立大學的博士生 叫Matthew Robertson 他就說其實在那個醫學期刊 叫NBC Medical Ethics那裡寫了一篇文章 就說他用一個統計學方法 他就分析2010至18年之間 中國自願捐贈器官的那個官方數據 他就看回這些數據來看 哇大哥 整整齊齊 幾乎 這8年裡面幾乎每一年 都完美地符合了一條簡單的二次方程式 就是說什麼 就是說那些數字極其可能 就由一條方程式衍生出來 而數據裡面有很多矛盾 難以置信或者是異常的地方 就是說這種這麼整齊這麼靚仔的數據 其實他是覺得 這些當然是被人工操控過 當然是用來掩飾一些見不得光的勾檔 包括那些自願堅證和器官買賣 不過他這樣說 他就給了註出來 我就沒有時間去慢慢去演繹了 其實你說這個偽造數據的做法 不僅止醫學奇安 其實西方的媒體都有報道 但是如果西方的媒體這麼廣泛去報道 你又做數 你又用死刑犯的器官的話 如果香港的醫學界貼上去 用這些黑心器官的話 你的手朵會臭的 以往有錢老都用了 你盧寵貿一定是這樣說的 你的手朵會臭的 就是說香港醫學界人士 都要有良心講科學式聲明的 當然希望和大陸的共享器權系統 劃清界線 因為其實你知道香港 其實在國際醫學界來說 其實地位都不差 尤其在港大醫學院的排名很高 盧寵貿 都說你去到西方醫學界 每個人都要看他醫肝的書 你想一下 本身他是一個很厲害的醫生 例如黎青龍那些更加是 但是最大問題 其實如果你是 真的立入了這個共享系統之後 會有什麼結果出現呢 自由亞洲電台就說 有四大憂慮 我看一看 四大憂慮 其實最重要就是那個 那個叫做既得利益的問題 那個叫做利益衝突的問題 即是這樣說 張森比己 如果你是個醫生 你看到當事人 他是寫了 他是自願捐贈器官的 他有一張關注卡 你會不會全力去救他 如果那個器官是很重要的話 就這樣就出事了 一講這個問題 是啊 你未必會全力去救他 你可能會去救他 是不是這樣的問題 那貨如輪轉 那就可以 是啊 如果你遇到一些黑心的醫生 他們可能會有這樣的 concern 是嗎 嗯 另外 就是說 現在他就說到 我看看 我看看 Charles Weng Tho 都說 之前說用鞋帶調頸的學生 都被懷疑 在大陸裏面 都被懷疑是 提供者 不止的 我很記得 即是 除了在說這件事之外 就是 什麼完成了這個 核酸測試之後 是說全國各地 其實有很多單不同的小孩子 應該這樣說 Teenagers 十多歲的那些青少年 那他們就 一度失蹤 之後 就被發現 那些心肝脾肺腎 都被人掏空了 但是 這個警方 即是大陸的公安 是沒有想過去調查這件事 而是直接把他們草草火化 接著 給了一堆骨灰家屬 接著就close case 說死人沒有可疑 你想想 哪有可能沒有可疑 其實他有幾大 有四大疑慮 第一就是 你那個器官捐贈 那個來源誠意 那 就是 這個 又是死囚的問題 還有那些良心犯 又是政治犯 如果你是來自這些的話 其實又是唯一一個道德 另外 跟香港很不同 大陸現在 還沒有就這個老死亡立法 那這個 究竟有什麼問題 你怎樣去理解 老死 因為你純粹是個老死亡 但是你心肝脾肺腎 是還在動的 某程度上 在大陸的角度來講 這個人 都仍然是生歐歐 在那裡 香港就不同 香港老死亡 就等於說他死了 但是那些器官 生歐歐 但都還有用 就可以捐出去 如果病人生前 是簽署器官捐贈卡 所以 在大陸的角度來講 其實 這種是跟活摘器官沒有分別的 OK 其實就 有個 就是台灣的專家 叫王聳立 那個台灣國際醫學聯盟秘書長 王聳立 他就說 其實跟香港不同 大陸一直沒有老死亡的立法 標準規範 流程都不清晰 即是問究竟 這個人死的意思是 是什麼意思 是的 所以叫老死亡立法的意思 就是在問這個 是的 如果你老死亡都沒有 一個清楚的定義的話 器官移植的法例和技術 都會有差異 他就說 我不揣測 為什麼大陸不立法 但是他認為 中港共享器官的計劃協商的話 難免要受到中國那一套的影響 變相 就令到中國香港的獨特性 就會很快消失 你同一個十四億人口大國 那你七百萬人 難道要別人遷就你嗎 嗯 所以 零零豬原來都是 有很多這些經驗 他說 香港的醫生叫病人 都是回大陸換器官的 哦 是的 朋友的老公有腎病 醫生說不妝部洗腎機 要十幾萬 又要家大 不如回大陸直接換個腎 這樣說 哦 是啊 所以這個 就 真是很大鑊 但是 如果你真是加入了這個 這樣的 器官官陣共享系統 你之前會不會是 那些核酸檢測 嗯 那些DNA數據 會不會外洩了 其實是 根本就不是外洩 你香港人的DNA數據 其實很令人害怕 有系統收集 很明顯 是啊 那 甚至剛才我們說 澳門那個案子 就是說 澳門加入了COTRS之後 那個器官捐贈的 那些人持續減少 喂 那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是的 講回剛才的道理 為什麼會減少 如果我真的有了器官捐贈卡 以前香港來說 沒有的 那反正我如果 我很單純的想 我要幫人 反正我人都不在了 為什麼不幫人呢 就是成就一件美事 如果我單純是 你說車禍以外 就是離世的 那我的心 還很完好 是的 那我的內臟 肝那些還可以用到 那我自己死了 可能失血死而已 但是我的器官用到的話 那為什麼不去幫人呢 但是呢 就如果 就是你 有了器官捐贈卡 在這個袋裡面 嗯 你送了你去醫院 那就是你 如果你見到 對比過 你的DNA 是合乎某些人適用的 嗯 尤其是領導人適用的 是的 那怎麼辦呢 很危險啊 糟糕的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不簽好就簽了 我簽的話 就可能變成我催命符 哦 神秘意外 是啊 原本你 未必那麼容易死的 但是呢 其實如果他 懾咎的話 那你真的是 就這樣先 嗯 是吧 這個是問題的 這個是 嗯 所以就是 你某程度上 另外